南途县交出疾病防治所以及县府农业处等单位 日前于南途县交出疾病防治所大会议市召开 南途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座谈会议称 邀请苏格洞保团体到场讨论 县远林如阳省苏珍、陈宜君也请至到场关心 防治所这一边农业处这边也给出很大的三议 就是说有一些需要修正的一些条文 那我们这些五个洞团 其实在会中已经有积极表达出 我们洞团的一些相关意见 那后续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农业处跟防治所这一边 能够采纳我们这些的建议 特别是针对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这个照顾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反毒杀 那第三个就是源头管理的部分 那最后也很感谢处长能够把这些洞团的意见都听进去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草案修正之后呢 在细则的部分能够做更详细的说明 县院林如阳审苏正指出 流浪狗太多以及毒杀的问题 一直都是备受重视的一环 不仅需要从源头严格把关 在草案修订的部分也需要讨论 特别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召开持续的会议 期望各动保单位的建议都能够被采纳 动物防治所因为人力物力的不足 所以很多事情确实推动上面比较辛苦 但是今天有那么多的动保团体 我相信大家一起来协助 一起来做南投未来 我们的对于动物的这个生命教育 未来动物的照护环境一定会更好 那再次感谢所有的动保团体 也希望说南投县政府 更积极的面对动物防治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点是说 中央确实农业部有一些母法 但是他们母法宽松 是因为希望可以地方政府 定定属于南投县自己 可以做到的一些法规 所以我还是希望 无论是农业处或加速所 可以依据母法 然后来定定属于我们的一个法规 此次南投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 民间团体建议修正条文版本 全文共计23条 先议员陈宜君沈苏正 连如洋野期望 透过此次的会议召开 能够达到尊重动物生命 增进动物福祉的目的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